槟城近视书圈从2024年8月开始 在零负担世纪里推出近视语拼图 以另类的方式让民众接触近视语 来到11月配合儿童节主题 在这赛世纪里推出儿童近视语拼图 那也希望说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巧妙的游戏的一个方式 让孩子们可以一起来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结合不同人的画家所画的作品 然后再结合孩子们可以吸收的近视语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游戏七套一共有七套 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在十分钟里面可以领悟到一句的近视语 孩子和家长一起完成拼图 完成瞬间获得成就感 也学习一些人生道理 因为这个puzzle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有时候它有它的技巧要看 所以这个东西是叫她有耐心 叫她学会耐心然后用心地去做 我们做的图片是关于感谢 所以我们也感到感谢 因为我们设计的设计是这样的 当我们做puzzle的时候 我们就学到一句话咯 用心看 用心听 用心做 我女儿问我什么意思 我就大概大概跟她们讲 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就要用心地做 不能 我们一定要用心地做 一定要有责任 近视语评评图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 将善种子植入孩子的心中 将来在社会中发芽 大爱新闻者圣美志工买一下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远离灾难 一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